大家好,我现在在阿里地区土兰县的塔尔辛小镇,刚人拨起脚下,今天开始我的转山之旅,去年我转山的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两点多就起床,今天我没起来,我一觉睡到了七点过,加油,新的一天,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多,只要挪点力走的话,也不算太晚,看这队伍,今天是藏力十五号, 看看这个人,人潮远动,转山的人很多啊,转山刚人拨起的盟票,上一次是起的早,没买票,这一次起的晚,就把票买上了,票长这样,好多车呀,今天很热闹,好多人,前面就是金帆广场了, 今年的十五,藏力十五,好多车,都是排队过安检的,设了安检口子在今年,金帆广场今天人正多,这就是金帆广场,说有活动,我要转山,我先把金帆挂了,我这次是包里带了一个金帆,我要把金帆挂了,然后我就赶紧走了, 这里我就不看了,蓝色的在那边,蓝色的在这头,挂金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蓝色的拿出来,刷那边,好, 接着,好,不看了也好,接着,好多 Lead of the 看着干人摸起了,看看金帆广场,五彩的金帆,人潮 太壮观了 今天这里得有几万人 太殊胜了 今天是葬礼十五 六月十四号 太震撼了 眼前的这一幕 真的很震撼 出了点小插曲 走错路了 我跟着他们踏不对的人走 走到那边那个天葬台去了 结果一问又走错了 要从那边 哎呀 多走了几公里 哇 自然的龟斧神功啊 真是 好累啊 走得好累 好累 今天撞下来很特别多 现在走的腿疼满 腿是那种酸疼的 几乎 几乎酸疼 没有什么雪 后面就是干不过前 走得好惨 好 这还不是最佳的观赏的位置 继续往前走 今年转山的人好多呀 太神圣了 刚着过期 我这大光头 脸上晒晒太阳 太喘了 太喘了 现在又喘又热 六月份的这个 季节来转山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 有点蒙热闷热的感觉 哦我这我才经过第二个补给站 好多人啊 我继续往前走 转山的这一路上 补给站很多的 哪几公里就有一个补给站 我包里有水 我基本上想在哪休息一下 我都可以临时的休息一下 坐在深山底下 坐个八宝座 这时候在山九霞美的八宝 去电转山的时候 我不知道哪吃的 吃了一天泡面 很难受 今年的话学机灵了 自己带点吃的 八宝粥拿了点水果 吃泡面了 到直热寺了前方 直热寺不几点 哦 现在的海拔 超过了五千米了 到直热寺 再慢慢的往上走 到天葬台 就到卓马拉雅口了 我今天还是 尽量的过雅口吧 因为现在已经下午的三点多了 好久没有长时间这样的走路了 我 走得我腿腿的肌肉疼 但是慢慢走吧 转山就要有足够的 毅力和信念 钢人波齐 直热寺这里是看钢人波齐 最好的地方 我来了 我来了 钢人波齐我来了 哇 好久不见 好急的水啊 钢人波齐 好久不见 哎钢人波齐 我向钢人波齐走去 我为了拍这一段视频 我们爬到 直热寺 不几点的这个山上面来了 但是今天的钢人波齐真的好看 蓝天白涌 神山的魅力啊 确实很神圣的地方 这直热寺都重新修建了 去年的时候没有后面的 那排水泥房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起来的 今年大变样了 真是 这边卫生间都修好了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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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来回到